聽說最近香港出現了個帥哥 什麼? 不是叫阿威 是叫阿佳 他不唱歌 他是踢球的 還踢了香港隊 不過球呢 其實我真的不是這樣熟 多人說就看一看 有帥哥就看一看 最近贏了球 我有看的 接下來還有亞歇盃 我知道你 就是亞洲的歐聯歐把 有香港球隊 我就看眼睛了 蛤? 你說我是勝利球迷? 我也想啊 但你知不知道在香港 其實要做你所謂的勝利球迷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當時球證都承認自己 每保持4分鐘不夠 所以再開播 香港球迷報一會兒的恰星 卡利組打後差給李海強 李海強將球送人往 快樂是短暫的 龐征說越位 到了最後8分鐘終於守不住了 南華結果輸0比1 總比數輸1比3 結束這次亞歇盃之旅 再一次是家衛的左腳全中 又是打不認 這次補不可以中呢? 結智啊 兩回合計是以2比3落敗 其實不懂球啊 我都知道什麼叫出局 什麼叫飲恨啦 沒有人留意是正常的 因為要贏到 先叫新聞的嘛 去年我看球的朋友說 有隊叫李文的香港球隊 以全勝姿態打入阿歇盃4強 入到決賽就頭版啦 3分多中拿薩夫角球 滿前的烈斯奧擺烏洞 盡人無盡得手 被對方的羅智夫把握到 26分鐘拿薩夫贏得兩球 李文在下半場28秒就追近1比2 李文在64分鐘追成2比2平手 加時階段走得後衛入體的卡路積羅榮 為拿薩夫贏3比2 05年的神戒以及09年的南華 加上2014年的揭智 都曾經打入過阿歇盃4強 但同樣都未能夠得到總決賽席位 嘩 都說了啦 勝利球迷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就說有得選不做勝利球迷 但球員沒得選做勝利球員 贏定輸 他們仍然是要踢下去 可能香港和其他球隊的實力 都仍有一段距離 所以每一次的捲土從來都要盡力 但90分的努力是不夠的 要贏就要付出超過120分的努力 足夠的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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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球迷? 我都想做 做不到勝利球迷 就做個輸球球迷 輸多少我都撐 撐到你贏為止 今年阿歇盃又有李文 我就撐硬了 那不如我們一齊見證著他們贏吧